所以你看到他的好 你祝福他的好 就变成你跟他共振 你也有了 所以不用去想太多 也不用去阻碍自己太多 所有的东西 一切都是在你的行径中 一点一滴就成形成形成形 就是这样 这个精准度有的时候 我跟你讲 有时候很难说了 像这两天我们吃东西 找到钱铜板在我身上很重 你知道吗 那今天中午吃中饭 他说多少钱 我也没听 我也给他一张一千 然后呢 他后来要炒钱的时候 他就说 领头有个四十 我说 咦 我有 一掏出来就是四十 全部铜板给他 这蒙到也不用什么 也不用白手 对不对 就是很巧 对吧 有时候 就说在我们仓法世界里面 你经常在 何天心 圣天意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很巧 很想到就很巧的事情 心想事成 就是这种好事 你也好 家里的成员也好 你公司的同事也好 大家都好的时候 你们的小环境里 就已经是一个 小型的圆满国度吧 是不是 所以 如果每个人都想要好 要好 要好 这世界怎么会有对立呢 应该是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想出 共同的 营运的对策 来让自己 或者是别人 更加的昌盛 所以就这样子 事情就会 越赚越好 所以大家力量会 一加一大约二 就会更加的昌盛 很多东西就能够 在你的盼望里 别人的想法中 然后别人可能先成就了你 然后你想说 哇 怎么会这么好 事情可能 就是顺到 好事都你先沾到 这种要不要 要 回答的时候 你看多甜 要怎么收获 要怎么摘 总是要 应付一点 是不是 所以 做钞码 绝对不能 人前做一套 人后做一套 一定要表里如意 随时随地 都是 有那程度 必须 你才会获得 真实的成长成绩 就在你的面前 他不是过眼云烟 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哦 超码来到你的人生里 有没有很高兴 有 要不要好好把握 要 要不要 要不要因为你 而让你身边的 一百一千一万个人 因你而进入到超级身体系统 要 你回答很响亮哦 你不可以欺骗我的感情 不会啊 我可以欺骗我的感情 我可以欺骗我的感情 我可以欺骗我的感情